上周了不起的长城来到了宁夏05藏兵洞 明代05一代地势平坦 成为了达达瓦剌入侵宁夏的手工之地 为抵御外敌 明军建立起长城 红山堡 藏兵洞 这三道防御攻势 形成了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 来人 谁料敌军来犯 喂 细作 作者们深陷藏兵洞 在哪里 经历了斗智斗勇的努力 救出了李将军 终于逃出地牢 那人哪家把钥匙拉着呢 哎呀 不用手 好难走啊 药 江湖边草笑凭声 开门了 逃出来了逃出来了 真棒 太不容易了 谁料又遭敌军突袭 那边是谁呀 打打吗 哈 少 bedrooms 不必要 匠师们将赶往长城和荒山堡 这两道防洩加强付防 快跑 快跑 人太多了 他们能否守护住最后的堡垒 那边一点 那边 你干吗 你好哈佛 书主 你好 放一首《花好乐园》 好的 开始播放《花好乐园》 我发现有的时候跟哈佛聊天特别棒 就是比你跟老婆聊天还要开心 因为有时候你跟你老婆说话 你老婆可能会不理你 但是你跟哈佛说话的话 哈佛肯定会跟你聊起来 前方就是品斯坑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将士们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三道防线中的第一道 长城防线 品字坑就是在长城外 挖掘若干排间隔的深坑 一三排对直 中间排错开 而形成的品字型坑 因为年代久远 当年的品字坑 早已经被封杀填平了 我们根据科考数据 用两百六十堆草垛 模拟搭建出了长十五米 宽五米 深一米的品字坑 你们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tac 铁机梨 有 铁机梨 铁机梨 说得对 因为在坑里面有铁机梨 还有尖刺 所以一旦骑兵想要通过这个品字坑的时候 他们的马儿以及他们就会掉进去 那你们知道在品字坑前面会听到什么吗 听 敌人的哀嚎 没错 你都学会抢答了 听到没 敌人的哀嚎声 他上面会铺上一些东西 假装他是屏路 没错 是的 这位专员也是做过功课的 那你们知道沟壑是什么吗 沟壑 沟 就沟呗 没错 就是个沟 对吧 是这样的 它是挖在长城边上的 因为在修建长城的时候 就地取材 直接从外侧取土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形成一道天然的沟壑 骑兵想要过去 先得过这个沟 是不是双重保障了 是 将军 听 是什么 敌人的哀嚎 说得对 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知道敌人离我们不远了 接下来你们要抓紧操练了 等会儿你们要五个人一起 假装自己是骑兵 要突破我们的品字坑 专员们将模拟骑兵 横穿品字坑陷阱 哪位专员率先抵达终点 即演习成功 将士们 这可是我从蒙古草原给你们调来的两码 你们还满意吗 满意 好码 这匹马是按照我的长相找的吗 哦 哇 这样吧 跟你们的好队友马儿起个名字吧 好 我这匹马叫做 超约最美的河 火红的萨尔玛 我叫火红的萨尔玛 这位将士歌舞非常不错 你就用这个舞姿去过好不好 好 我叫 哎呀马呀 哎呀马呀 特别好 对 哎呀马 同属一栋 我的是 哦妈妈 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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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有寓意 我的 我的是一匹外国马 为什么 妈妈咪亚的妈 好的妈妈咪亚 我的马 叫做神马 神马 你们这 我姓神马 神马 啊 你们这些名字 可都是取的什么名字呀 名字好不好不重要 好的好不好才重要 等会儿你们就要上品子坑进发了 这不几秒钟就完事了吗 啊 准备好了吗将士们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进军 走了 现在目前跑的第一匹马 而是黄敏昊 敏昊你那么慢一点 慢一点 我到睡着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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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这个 快点 快点走 妈妈咪亚 慢慢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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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点 什么就什么 来啊 你2 x2 我的马被晾匾了 哎我的马娜 我的马 马呢 哎呀马 你慢一点 哎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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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艾玛何必的 喂 都是艾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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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哇 啊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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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不忽忙忽住一下 哦 也有今天 挨打 不辣 激功揚低 星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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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押住他们 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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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啊 快点救救我的妈 嚇到肚子 哈哈哈 我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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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我们领略到品字坑的南啊 你们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真正的品字坑 里面有铁迹的叶 有尖刺 你们以为只有品字坑这么简单吗 那上面有攻守 万一你们掉进品字坑 早就一见呜呼了 我們剛剛是在保護他們 有功的時候 我們把草堆蓋入他們 小男子 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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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厭最美的 高峰的三日馬 耶 好 休想越來越一步 不願 不願有一馬 誰的鞋 我家 讓我游 卡住 你看 你看 你们的马经过了这么短短的品质坑 还是模拟的品质坑 就已经漏漆成这样了 然后你们也累成这样了 你说当年这个品质坑 是不是一道极好的防御防线 聪明 这还只是长城防御体系 外面的一个小小的品质坑呢 前面还有东西 我们马上进到长城内 好不好 好 走 取名长城 走 轰轰的仨日马 妈妈 来 爬长城了 车人们 来 明长城 对 终于爬长城了 这会儿最漂亮 你还堆着点雪 我们现在这里就是 九边重镇的范围之内了 其实这个九边重镇 它就是沿着边境北部 沿着长城修建的 它就是一个军事的一个 基地 对 其实你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九大军区 对 那你们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的吗 这九个镇正好都靠近一些 外来要侵犯的边界处吧 应该是 九大料赛嘛 原因 没错 1368年明朝建国 在尊王攘仪的思想下 设了九大赛王 他们分别是 辽王 宁王 燕王 古王 代王 晋王 秦王 庆王和肃王 当时是统侠莫南珠卫所的 那涌了之后 莫南珠卫所就逐渐废除或者内迁了 就只剩下九边重镇了 这就是我们的九边重镇 我知道这段长城又何强东 是 何东强 是明代抵御蒙古骑兵 南下的屏障 现在是宁夏和内蒙古的分析线 灯长城跨梁 后面都不用读了 你知道 这个就不能看 这叫作弊 你知道这蒙古骑兵是哪两个蒙古骑兵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说说看 达达跟瓦斯 还有一个是什么 瓦拉 你刚刚说的是瓦斯 这就是明朝达达和宁夏镇的一个地界碑了 所以一边踩一个就是一边一边 是的 因为当时边界就是这座明长城 就是当时达达部落和宁夏镇的边界 你快去敲鼓 很符合你的那个穿着打扮 这个敲鼓 可不是一般轻易能敲的 这是什么鼓啊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你们爬了这么多长城了 那么长城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防御外敌啊 说得太好了 还有一个功能呢 给信号 说得对 鼓就是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 表示敌军来犯 还有其他的警戒方式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放烟 烽火台嘛 对的确 很多经常是白天放狼烟 晚上放烽火 对吧 放炮 就是放风炮 几烟几炮代表多少敌军侵犯 如果是看到了一个敌人 两个敌人 甚至是到一百个敌人的话 就放一风一炮 一风一炮 如果是一百到一千个敌人的话 放两风两炮 如果是一千到五千个敌人的话 放三风三炮 那么以此类推 五千到一万个敌人放 四风四炮 那么如果是一万人以上的话就是 五风五炮 都谁会抢答了 这个信号 如果放错了就会一物军情 关系的是黎明百姓的安危啊 所以你们真的记住了吗 真的 真的记住了 好 再考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是 长城这道防线 对不对 对 万一万一敌军突破了长城 已经翻越过长城 快来到了你的面前了 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 跑啊 跑到红山堡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后援 在那儿还能输死一搏 还有机会啊 是不是 诶 有人鸣鼓 什么是什么情况 那边是谁啊 看清楚了吗 那是达达吗 对 那是达达 达达吗 马啊 不急啊 快 红山堡 红山堡 快 来不及了 快跑 跑了 来不及了 快跑 跑了 跑红山堡 红山堡 别让他们追上你们了 快跑 快跑 红山堡 快跑 快 快 别让他们追上你们 将军 快跑啊 红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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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心 快 我们怎么跑得离开 他们越来越近 快一下吧 红山堡 我没劲啊 我太累了 我没劲啊 跑不动 没劲啊 来啊 你过来啊 过来啊 对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长城的第二道房线 红山堡 你们知道红山堡 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吗 我知道 瓮城 瓮城 没错 将军府 他们叫红山堡 对 对 整体叫红山堡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红山吗 是不是又被将士的鲜血染成了 相多了 相传是这样的 古代的夕阳西下非常美丽 照的这山川是一片鲜红 所以就叫它红山 但是这是一个百姓的误传 其实它叫恒山 红山堡 口音的关系是吗 对 口音的关系 而且这个红山堡它的地理位置 非常非常的玄妙 从甘肃和西走廊开始到陕西北部 明朝和达达的边界 刚好会构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山字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山堡 就在山字中间一树的右边一点点 也就是说 这一带如果失守了的话 原本被这一树隔开的达达的势力 就会会合 那么大西北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明白了红山堡有多重要了吗 明白 明白 刚刚把他们隔成两边 所以接下来的演习任务就是 守卫红山堡 好 走 将军请 将士们 敌人已经在堡外攻城了 守城最重要的就是默契 所以你要根据指令 做出统一动作 动作错误或不同者 将受到攻城机械的攻击 七轮进攻结束 墙位倒塌 就算守卫成功 怎么守啊 今天就要看一下你们团结和协作的能力 好 好 红山堡保不保的猪就看你们的了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现在请上城堡 来 一二三 来 长城润滑游为专员们加油 非常非常不稳的 你快点吧 我再用我的身体 hold住这个墙 迪哥害怕了 我好后站中间 淘汰我吧 我是第一次掉V 你感觉你就是腾空地站在那个 泡沫 泡沫 泡沫堆砌的墙上 怎么也有四米吧 就特别高 我在旁边就一直都处在一个救救的状态 我就很想拉住软金天 我就想找一个助力点 让我感觉有安全感一点 那时候我帮你扶你 我觉得站不稳 将士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定要齐心协力 好 钟四平 什么是钟四平 错 错了错了错了 错三次 对 每人撕到板子 兵器会是什么呢 你们准备好 抵挡他了吗 来 这是敌人的骨伤 冲撞车是古代攻击城门的主要兵器 靠冲撞的力量破坏城池的防御力量 冲撞车有一巨大的木桩 桩上有铁头 在撞击城墙以后 木桩会摆动并且继续撞击城墙 保持住 因为冲撞车马上就要来了 打那边最那边 哎呀我的妈呀 谁不一样就打谁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啊 我的妈呀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好吓人啊这个 哎呀妈呀 啊 哎呀我的天 啊 哎呀我的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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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请撤回 没了大哥 快回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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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个节目至于吗 至于吗 别忘了我们在守卫红山堡 啊 啊 好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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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不饿人快 爬长城爬长城爬长城三二一 这好像不太对啊 看一下杨迪的脚 这脚不一样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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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的脚有动作吗 杨迪的脚的确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杨迪的脚没动作 杨迪不是最简单吗不你自己说 杨迪你不是说最简单的动作吗 我们就演他的特征 好 最明显的特征好不好 好 尽量简单 好 对 实际上还行吧 搞那边搞那边别搞我们 打杨迪 我打了 不是 你们也有种 长毛 这个开 长毛 我打了 长毛是冷兵器时期 中国军队的常见武器 从商代到清长 长毛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早在西汉就逐渐在我国军队中 取代了哥的地位 成为士兵常用的重要装备 长毛来了 长毛来了 杨迪 啊 杨迪 哇 啊 喂 哇 哇 哇 啊 啊 啊 哇 哇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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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世仇 我告诉你们 中间已经有两块砖 快掉下去了 一旦有一块砖掉下去 这一方就可能会坍塌 他说我脚 他们太刁砖了 为何弄我 不是最简单吗 我就是这样 气不气人 谁都不要有脚啊 我们从现在开始 好好好 来很快 下一个 狼烟 狼烟 三二一 这个你们就没得跑了吧 这个五个人都不一样啊 来 投石车 这是敌人的鼓声 哇 那个是等一下 那么重吗 那铁球吗 那啥啊 牵球吗 那是一个 哇 投石车 在春秋战国 是投石车就已经出现了 利用杠杆原理 将大块石头 投至城楼之上 不仅会杀伤 守城士兵 而且还会将城墙击毁 投石车不仅可以投大块石头 而且呢 还可以投制泥弹 火弹 甚至是毒弹 而且大家一定要提高减替 大家一定要提高减替 因为对面的这个投石车 已经加入了好油 好顺畅的长城润滑油 那投谁呢 所有人 投石车 哪里雷若 投哪里 我的妈呀 但他那个很重 感觉好像也会打到我这边 哇 那个弹力好吓人 我肯定要 不行了 这个投石车太没面子了 敌方他虽然是抢了我们的精良兵器 但是我感觉他们不太会用 好 下一个 桃春挑水 3 2 1 周生 走生 这是水球 周生挑水呀 你看 杨丽接住 啊 啊 哇 哇 是不是您的水 哎 不是 哇 这是敌人的古墙 军阵 请攻打周深 你看 人太多了 战国时期 孙并兵法 及先人之大成 将春秋以前的古镇 总结为石镇 这石镇分别是方镇 圆镇 枢镇 树镇 锥形镇 艳形镇 勾形镇 水镇 火镇 悬香镇 等等 五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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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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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阵别再来了 直接出题吧 傲丹颠 三二一 杨迪 杨迪 杨迪你 傲丹颠 傲丹颠 停 别动别动 请师范老师说 谁对了 对了 他对了 对了 他对了 这么快就结束了 杨迪 我这边已经没了 你走过去一点 你过去一点 我不行 你们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 这是敌人的鼓声 来吧 接下来这个武器 火冲 火冲发明于元代 由南宋突火枪演变而来 其心巧临变 发射者使用方便 对敌人可进行有效的攻击 上吧 别打扯了 不是 错边 不是我这 啊 哈喽 你哈喽 有什么事情吗 你很烦呢 迪哥 你是不是过生日啊 过来 谢谢 爸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哎 干嘛 他怎么了 不是 子弹飞一会儿 子弹 让子弹飞一会儿 会不会太久 是 会不会太久 是不是真的吗 这个爆炸效果 当然是岩石装置了 如果是真的火臭 你们怎么受得了 再一个 吃晋光饼 三二一 我们俩一样 他们俩一样 那到底攻谁呢 杨迪吧 石头剪刀布 猜拳吧 剪刀 石头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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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 杨迪逃不投命运的审判 你知道吗 来 杨迪 这里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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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 行天操干七一五 干为盾 七为辅 盾的使用 使得战时在战争中得到了较好的防护力 在战斗过程中 盾 王王与刀 剑等短兵器配合使用 盾用来阻挡对方的兵刃 而刀用来杀伤对手 盾牌配合短刀使用 利用盾牌来保护作战士兵 盾示牌 让他进去 哇 两敌了 哇 还没掉 给我的冲块吧 咱们的城墙就那么坚固 我已经做好调子准备了 来吧 出笛 打乒乓球 三二一 哦 杨迪 杨迪 没有人打了 杨迪手是弯的 打乒乓球这么大干嘛 要所有人都 杨迪手都是激动 你这怎么打 这样打吗 这样打 蛮有人是这样打的 轻松打杨迪 这怎么打 大腐为古兵器的一种 也是在上古时代的 生产工具之一 我真的受不了了 那边一点 那边一点 这不是这样掉了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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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停 你干嘛 停 停 停 你干嘛 停 你干什么 停 你没有这种人 哈哈哈哈 迷人他还进个宫 啊 气不气人 气人 他那个达达除了是疯了吧 哈哈 我得罪他了吗 我是不是得罪他了 打不停 打不停 我就不下来 我就不下来 若是没有这块砖 这个嘉余关 可能会崩塌 会崩塌 经历了七轮攻击 神车 全新哈佛H6 特约赞助 本节目由宁夏凯 诗丽酒庄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 就选凯事 中国SUV全球领导者 哈佛SUV提醒您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更强动力 更加省油的 十万级国民神车 全新哈佛H6 课约赞助 本节目由了不起的 长城若花油 指定赞助播出 中国石化 长城若花油为你加油 本节目由宁夏凯事丽酒庄 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 就选凯事丽 前方即将到达雁门关 哈佛F7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藏宾洞 看到的生死门 今天你们已经体验到了 长城三道防御体系的军事智慧 没错 是时候考考你们的智慧了 好 看看你们的两边是什么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藏宾洞 看到的生死门 天哪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答题 是有关系的 好 非常的简单 本次挑战为团队作战 共六道题 答题时 根据AB选项冲向一道门 答对为生门 安然无恙 答错为死门 掉入陷阱 答题完毕 如生多死少 则挑战成功 死多生少 则挑战失败 没问题 没问题 来吧 第一个 周深 可以 周深可以 请听题 一炮青旗 贼在东 南方连炮 旗色红 白旗三炮 贼西智 四炮 旋旗 北陆逢 请问 旋旗指的是 什么颜色的旗呢 我觉得是黑色 旋旗 我会觉得是B 不 相信我是蓝绿色 因为你看这样子 一炮青旗贼在东 南方连炮 旗色红 白旗 但如果是单个字的话 它直接就写上什么旗了 但它为什么这里写旋旗呢 因为它是两个字 它写不了 塞不进去 四炮蓝绿色 这对不行 它那只能改成旋旗 这个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我觉得谁 慢着 各位想一下 这是清朝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会用正蓝正绿 他不会用蓝绿色 就是两种颜色夹搭在一起 哎 他这讲的有道理 所以周深你选择的是 你不要讲是什么颜色 你直接冲 小心我 准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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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准备啊 过了 过了 没错 正确的答案就是B 黑色 全色呢 指的是先秦时期 指青色 或者是蓝绿色调的颜色 汉代以后 指黑里带微赤的颜色 黑色 接下来 黄明浩 加油 请听题 明朝时期 有一种很厉害的火箭 叫做 飞空沙筒 请问 它最特别之处 是什么呢 A 可水路两用 放置多枚火箭 B 发射出去还能再回来 肯定不可能是B吧 那太高级了吧 黄明浩上A 但我觉得是B 你往上打它不一定是 它武器不一定是要打别人吗 飞空 它飞上去了还能下来 对啊 它就是把杀罐在里面 飞上去之后有那个重量 然后它又可以原地又掉回来 有可能是B 飞空的 专门用了对 我也觉得是B 其实 你确定想好了 确定 加油 加油 时间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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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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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空砂桶是最早的 往返式二级火箭 它是由两个内层发射药的 火箭筒构成 当点燃喷火口向下的火箭筒后 整个装置就会飞向敌方 爆炸时又引燃另一火箭筒 使装置飞回 哇 高级 我要回去查一下这个资料 高级 厉害 下一题 杨迪 请听题 朱元璋派遣自己的儿子 去守九边 请问 其中燕王是后来明朝的哪位皇帝 A 明英宗 B 明成祖 杨迪 请作答 我觉得是明英宗 请去往A冲道 我真的感觉好像是B 成祖 杨迪 真的感觉是成祖 B吗 B 我非常确定 她那个叫方同体 我小时候写过 沈南你记错了 我选明英宗了 就这样吧 三 二 一 冲刺 是生的还有死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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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吗呢 我说什么了 杨迪 我好不容易对一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你们也没有特别笃定 正确答案是B 明成祖 北疆守边时 朱元璋每年都会派抢大将 镇守边疆 后来随着朱元璋的儿子们 逐渐成长 他就把大将守边 改成了赛王守边 后来朱棣以燕王登基 对势力强大的赛王心怀借地 就摒弃了赛王守边 阮今天 阮茶茶 是证明你实力的时候了 茶茶茶 请听题 明朝建立后 元朝残存势力 经常对北方边境进行侵袭 严重威胁到了明朝的统治 朱元璋为了巩固背部防线 将北方边境划分为 九个区域分段防守 称之为九边重镇 请问 明朝时以下哪个地区 不属于九边重镇的范围呢 A 陕西 B 北京 请作答 B 北京 如此的笃定 为什么呢 那个是中央啊 对啊 它不是边防啊 等会儿 能不能仔细想想 是明朝的时候吗 明朝建立后 明朝建立后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迁都北京之前 难道北京不属于北方重镇吗 这样 你要选A 你们俩一起冲 一个A一个B 可以可以可以 沈南选择的答案 跟阮今天不一样啊 谁会通往生门 谁会通往死门呢 跑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怎么就碰面啊 垮掉了 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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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看证据 九边重镇呢是指东起压禄江西底嘉峪关 绵延漫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计了辽东镇 济州镇 宣府镇 大同镇 山西镇 严隋镇 宁夏镇 雇原镇 甘肃镇 九个边防重镇 陕西榆林属于严隋镇范围 沈南 来 反击一个 好 请听题 烽火台的别称是什么呢 A 烟墩 B 烟台 请作答 墩他说过是那个城堡的意思 墩你看天下第一墩长生第一墩 对 墩是瞭望的 对 台 B 烟台 好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撞 男兵一位 男兵一位 哎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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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想着走过来的 哈哈 哈哈 为什么是烟墩呢 我给你讲天下第一墩 它是烟墩台 对不烟墩台 所以它也是 放烟的一个墩子 以后我的人生就是 多多帮助别人少管自己 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简单 烟墩也称烟喉 墩台 亭 烽火台等 是一种白天燃烟 夜间明火已传递军情的建筑物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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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离最后团体的胜利 只有一题之谣了 请听题 以下哪个属于宋代军事防御公式 A 植树造林 B 布地雷 请作答 B吧 植树造林应该是园林 植树造林一般都是 因地之谊才有的树吧 不是 植树造林肯定是用于军事防御的 天哪 有分歧 你要不要赌一下 如果我们两个答对的话 就我们四个人拿黄金城砖 你不拿 然后如果你一个人答对的话 就我们四个人不拿黄金城 你一个人都拿 我选择 A 植树造林 我要的一个含金量最高的 黄金城砖 这道生死门 有的是携手并肩向前跑 有的是孤军奋战 究竟真理掌握在少数人 还是多数人的手上呢 跑 小南 就是植树造林 双死了 神话 神话 带生 两宋一直处在与多个北方荣木民族的对峙和苦战之中 在失去了诸多天险以后 两宋除了在边境和重点区域大量驻军以外 还修策了许多军事公式 而通过人工种树打造的森林防线 也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而地雷是明朝时发明的 所以不属于宋代军事防御攻势 这就是我们古代人民的智慧 你是来要讲的是吗 抓紧世界 他的第一块砖 这是第九期节目 我们想到我台 我拿到我第一块砖 我很开心 感谢兄弟们 谢谢你们 不用谢我们 我们很不爽 第一次安安将会走到沈南的身边 恭喜沈南 恭喜沈南 礼盒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这是《金东面三》的黄金礼盒 这个是你最爱的黄金橙砖 太沉了 最重要的在心里的感觉是陈恋恋的 我今天拿到这个奖 感谢我自己的付出 也感谢兄弟们 喂 喂 喂 别走啊 你要一个人把slogan喊完 不是 喂 喂 别这样 别这样 来来 分一分分一分 一人一个礼盒 恭喜你 走走走 沈南 长话短说 虽然我现在也只拿到了一块 但是我认为这是 他嫌少 我们了不起长城史上 还能量最高的一块 远比他们其他七八个人都强 哎哎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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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下去吗 这种话 我说完了 我都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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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个了 来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开心 祝贺小兰 好 将士们 昨天守城辛苦了 今天给你们准备了美食 快来吃吧 有吃的了 吃吃吃 用餐 来来来 你看 果然要等我们 你看 哪这么容易啊 就能吃到这么好的地道的美食 那么今天的这么多的美食啊 是我特地派人 仿制的大名美食 各位感觉怎么样 感觉饿了 感觉这个挺好访的 但你们能不能吃上 就要听将军的了 来 来吧 好香的样子 想吃 这个叫做南京板鸭 南京板鸭 这很有名 南京板鸭 现在都还有 它还叫做官礼板鸭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 是经常官员们相互送的礼物 接下来 这道叫做烧香菇 烧香菇 对 烧的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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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口号都没什么名字 这名字可以 再简单一点吗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寿菜 这个名字是朱元璋起的 据传呢 是在明初建都精灵的时候 当时大汉 朱元璋就 首先 以自己做代表 借婚吃素 祈福求语 对 然后呢 但是吃着吃着 口味就吃蛋了 他的军师刘伯温 刘伯温 对 当时呢 他就从家乡带来了这种香菇 然后配上各种蘸料 做成了这道烧香菇 朱元璋一直就爱上他了 一直爱上他了 对 所以叫长寿菜 这个他们名字都在番 番石榴 番石榴 番茄 这个呢 番香 番花 番花生 什么 番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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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番豆 他就是花生 但是那个时候他叫番豆 哦 对 番豆 番薯 番薯 对番薯 将军为什么番石榴跟番豆 还有这番茄跟这个番薯都姓番 都姓番 对啊 这个呢就是从海上传到我们这边来的 名字前面都带一个番字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从明朝才开始有的 嗯 记住了吗 好 所以菜的魅力你们都感受到了吗 那个是什么 这个呀 番布 番布 我们要接受一个挑战 挑战成功的人 就可以从我这儿领一副碗筷 然后过来享用我们明朝的美食了 挑战失败的人 就只能享受 本节目由宁夏凯世利酒庄指定赞助播出 喝好红酒就选凯世利 本节目由了不起的长城弱化油指定赞助播出 中国神话长城弱化油为你加油 本节目由更强动力更加省油的十万级国民神车 全新哈佛H6特约赞助 本节目由AI智能网联SUV 哈佛F7特约赞助 等这样 小贵 前方战况如何 保速过来 今日的战况 我军 那方 安安 今日一战 即日一战敌军大败 我军进载三百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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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知道吧 挑戰失敗的人 就只能享受 拍磚 怎麼又要拍磚 天哪你們要小心 面熟嗎 太眼熟了 今天這個磚來了 導演 導演做 你們還記得我講過的 明朝烽火的緊接方式嗎 記得 一鋒一炮 一到一百 一鋒一炮 一百到一千 兩鋒兩炮 一千到五千 三鋒三炮 五千到一萬 四鋒四炮 一萬人以上 五鋒五炮 說得對 希望等會兒你們的頭腦也如此的清醒 因為我們挑戰的規則就是 當我爆出敵軍的數量的時候 你們就要說出點風火的方式 幾風幾爆 又反應不過來 五秒內 說正確了 就可以示範了 五秒內 五秒內沒說或者說錯了 就可以吃面磚了 挑戰正式開始了 好 好 沒有挑戰宣言 沒有挑戰宣言 爭取不要砸一桌 好 豎起耳朵 你看 前方來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個敵人 怎麼辦 左邊 六百六十六個 又來一個六六六 正當你今次是六六六的時候 請問該怎麼點風火 四方四炮 雖然不知道 頭腦清醒啊 來給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 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沒超過一萬的軍馬 就是四豐四炮 厲害 一到一百一 一百到五炮 一百到一千 兩豐兩炮 一千到五千 三豐三炮 五千到一萬 四豐四炮 恭喜你獲得一副碗筷 那我先吃點 來 來 換誰 我 行 现在轮到你手岗了 好 我给你挑个简单点的 好 好 就是你的右眼 看到左边 看到左方来了二十二个迪兵 再看右眼 右方来了二十二个迪兵 再看左边 左边来了二十二个迪兵 右边又来了二十二个 正当你左右为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 看到这点方来了两千两百二十二个 请问 怎么点风火 几风几胖 三 二 一 三风三炮 三 一到一百一 一百到五炮 一百到一千 两风两炮 一千到五千 三风三炮 恭喜你回答正确 没有五千 好刺激 这位朋友 没问题 前两位都很成功 我也一样 给脑袋讨个说法 一 现在轮到你了 好 眼睛有点不舒服 我怎么打 有眼睛的时候眼睛累了 累了 突然看到 前方来了一二三四五 不不不不 新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五 敌军 正当你准备点风火的时候 突然发现怎么回事 九八六七个人掉头回去了 正当你开心的时候 突然又两千两百二十二个人 又要回跑了 这个时候几风几胖 这个时候 能不够吗 这个时候三 三风三炮 为啥是三风三炮 一千到 一千到五千吧 一二三四五 减九 八六七 再减二二二 差不多 不对 多少 哎 不对吗 一胖一胖 噓噓噓噓噓 一到一百一方一方一百到一千 一百到一千两方两报 对 数学这算不明白呢 这谁都算明白你这题 干啥人家都那么简单 我这到这咔咔又 这就来了 来了又走了 走了又来了 多简单呀 我太难啦 面粉砖 选拽 选拽 变分拽 不是同样都是来的 怎么就 他跑了 那咋办 他看到你就跑了 你给我的妈呀 哎呦这真是不人心啊 这个 这道题有点难啊 这道题 说实话 这道题我都没有听明白 我觉得还好 这还好 这真的还好 你说这还好 你在里面出一个同样的 你拍拳的时候 再下风口 不要拍动 好吧 OK 你远一点 你不要掉下去 掉下去 掉下去 哇 这男好可怜 我怎么这么难 这才是好学生啊 垃圾要自己带走啊 OK 来坐这边 这边是属于你的板凳 啊 龙板凳吗 来 小天 太后 想吃这些东西吗 想 刚知道题难吗 难 我给你出个简单的 我不信 你怎么到他这就简单的 他爱茶呀 他爱茶呀 小天你看 你现在在长城上 对 你看到了 一万一千 一百一十一个敌人 朝你走过来 对 这个时候 你准备要拉向 烽火了 是不是 对 突然发现 怎么回事 两千两百二十二个人 掉进沟壳里了 可开心 正当你开心的时候 突然又看见 三个 三十三个人 又掉进了品质坑里 该点几个呀 四封四泡 为啥呀 对啊 他算出来的 那五千以上一万一千 对 没有一万多 没有 不可能一万多 一开始一千多 你第一个什么 一万 然后又掉了两千多 一万以上是五分五泡 对 然后一万以下是四封四泡 对 数学特别好 输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大 sche拼 一到一百 一百到一泡 一百到一千 两封两泡 一千到五千 三封三泡 五千到一万 四封四泡 数学特别好 输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他掉进沟壳里了 不是人啊 对啊 他掉进品质坑里了 不是人啊 我们就太过分了 啊 一 再来 再来 什么都不是 太難了你這個 這是個歌 我還覺得你算特別快 你沒有 聽聽聽聽聽 鐵劑你 他死了嗎 他 他不能爬出來嗎 你 他 他 我 說的 OK 我 說的 OK 說的 OK 我的傘子 氣死了 你氣死了 我 你 唉 這位同學來機編劑 好好思考 我都看了周身這一體怎麼打 雨裡面有坑 嗯 他的眼神裡充滿了絕望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你看 前方來了一個方陣 方陣是這樣的 一個大將軍帶了九個小將軍 九個小將軍各帶了八個步兵 最後還跟了十個騎兵 請問 幾封幾泡 三 二 三鋒三泡 沒有那麼多人 為啥呀 這裏啥呀 下菜呀 再給你一次機會 幾封幾泡 一到一 一鋒一泡 再給你一次機會 幾封幾泡 兩鋒 兩泡 恭喜你 拿板專板 一鋒一泡啊 這個方針也太小了吧 來 上 來 來 中生 才一鋒一泡 你看 一個大將軍 一個人 九個小將軍 各帶八個步兵 所以九九八十一 加上大將軍八十二 最後跟十個起兵 是不是九十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報復我是嗎 可以這樣拍 而是也很精彩 我在認真的執行規則 哇 你這個挺難 真挺難的 那時候 你放了三鋒三鋒 你差不多也問斬了 來了九十二個人 放了三鋒三鋒 全 五千人來了 但是上海 還有五千人 他們這樣一路會贏啊 為了保衛我的國家 您是能贏 你們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你這個完了 你 你會發揮到邊疆去 我跟你說 雖然剛剛呢 這個規則 很慘烈地 把你們分成了兩桌 一桌有飯吃 一桌沒飯吃 但是呢 我有一個好東西 你們任人都有 每個人來一種口味吧 好的 來 好 你給他蘋果 我要烏梅 你們都喜歡吃哪個口味的呀 烏梅烏梅 烏梅味 我喜歡蘋果 檸檬草薄荷糖 這個糖真的是非常好吃 隨時隨地來一顆 如木春風 講真的 昨天晚上露得很晚之後 嗓得有點癢 就含著它入睡 然後第二天脂肪很清涼 那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回家以後 還想吃這些大名的美食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當然找好康 好康做飯家呀 好康做飯家做出家的味道 是的 這是一個APP 記得下載哦 因為上面的保姆 什麼菜都會哦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看他們吃飯的時間了 看吧看吧吃吧吃吧吃吧 吃吧吃吧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谢谢收看京都念祠安了不起的长城 欢迎登陆视频网络播放平台 优酷芒果TV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清爽绿洲自在分享 来绿洲和好友一起分享长城美景 感谢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新浪娱乐 搜狐输入法 百度搜索 网易新闻客户端 扎克尔新闻客户端